韩国危机都有写金亚中于昨日离世 其后才做出更正新增回应韩片仇女大翻身 35岁女星金亚中今日忽然传死 讯 根据韩媒报道 网上流传金亚中死亡的帖文 又指他昨日在江南区的家中死亡 不过随后金亚中的事物所否认死讯 金亚中事物所指对于死讯传闻大感荒唐 又指金亚中现实忙于个人行程 不知道为何会传出有关传闻 而金亚中近日忙于准备 新片坏家伙们的拍摄工作中 又指现实会联络金亚中 并只有机会采取法律行动告那些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的网民 就连韩国的危机都有写金在终于昨日去死 但其后做出更正 随后韩媒斯波茨塞跟金亚中联络 金亚中于电话中亲自回应 我现实在家 今日过得很好 为了准备下月演出的电影 现实每日都会去动作学校为电影做准备 我也不知道为何会传出这种消息 另外 金亚中上月22日发生交通意外 当时他在江南区驾驶车子 并撞到一架正在横过马 路的电单车 金亚中承认没有避清楚交通灯 警方指金亚中 更依违反交通灯号而导致车祸 更多含流 细晒雨果HPPP帽号双斜杠FB.com斜杠APPLEDAR 耶特余文乐陪你走遍全球追星 极客雨果FB专业